欢迎收看 国光的帮忙 想知道喝醉之后 做出来的事有多失态吗 千万别通过今天的节目 喝醉变暴力张兆志 现在已经没喝那么多赵正平 夫妻喝醉一起帮小珍 喝醉害情与吵架宋欣宁 我们喝醉以后 身体就不受控制了 来 喝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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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收看 国光帮忙我算不喝 好久没喝醉 喝醉了 国家来 大家好 想喝 多久没喝醉了 喝醉了 我多久安排喝醉 来 喝醉了 来 喝醉了 一个人 一个人啊 然后吃花针 配豆腐乳 没吃东西 老冰啊 喝什么 怕胖 你喝什么 威士忌啊 喝多少 没 其实没多少 四五杯吧 但十岁一杯我都是倒满满满的 十岁 不是 你在家里 你是在做生意啊 变胖变食就变哭啦 就喝喝喝喝 醉了就去睡啊 睡着了 你知道吗 因为喝了不动对不对 然后酒了就会睡着 好 那是小董 我有时候也会 真的吗 可是董志诚会跟你讲 要喝酒了喝 我跟妳讲 小胖我会 有时候要喝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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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觉是太累了 累 太累 他都这样 他老婆还跟我讲说 他有时候吃东西 有有有 那这是老 他这不是老 吐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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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老 这个不是累 这个是老 柯哥吐啥 董哥很早 来 欢迎秘书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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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今天我们要讲什么 这些喘事 没喝醉还真的做不出来 宋欣怡 有 你喝醉酒疗伤 然后就害人家情侣翻脸 你是为什么要这样 你见不得人家好 没有 慢慢 自己死还要拉一个垫被 没有 因为我平常 其实我心情不好 我是会待在家里 可是那天就不知道 为什么就不想待在家 因为会不舒服 已经心情不好 然后就跟朋友说 我想去唱歌 就你们陪我好了 然后我就先到 收购钱回那边等 然后他们就一对一对 就下班就来了 结果 因为 我就会跟他们说 我聊的那个男生 譬如说是某某星座 譬如说是水瓶座好 然后现场两对男女朋友 刚好有一对男的是水瓶座 一对女的是水瓶座 是 然后我就聊 我就说 水瓶座是不是这种个性啊 就是 花 对 可能花或者是 常常喜欢讲道理啊 或者是讲一大堆道理 然后 就是会人身攻击 就讲话很多 然后男生就会说 因为男生是水瓶座那个就说 不会啊 怎样这样 然后他女朋友就在旁边这样 然后我就看到 我就说 你说话 你女朋友都在旁边摇头了 完了 你看你就是这样子的个性吧 然后那男的就 就这样瞪他女朋友 然后他女朋友就说 我没有说什么啊 后来我就想说那好 因为好玩嘛 只是在聊 那男的也跟我一直解释 那水瓶座 后来女生也跟我开始聊水瓶座 怎样这样 水瓶座男生应该要怎么应付啊怎么样 然后他就说 水瓶座通常 你不要让他找不到人 如果他失踪的话 他会很俩公子 然后 我就说会这样子吗 那个女生就说不会啊 然后那男的就说 会 换他男朋友在旁边说会 就是不能让他找不到人 结果他男朋友 一这样子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他女朋友就瞪他 水瓶座那个女的瞪他 瞪他男朋友 结果后来其中有一对 就是之前可能有一些简讯的问题 然后我就跟他们说 我有发现水瓶座男生 好像手机很容易有简讯 对 然后 那会电话公司吧 没有 然后后来 我就问嘛 然后那男的说不可能啊 不会的 然后他女朋友说有啊 就是有啊 我上次就发现你有过啊 你还说没有 然后两个就开始 因为他们也喝多了 就开始对吵 然后那男的说你白痴哦 是你疑心病太重 然后女的就说 你干嘛骂我疑心病重 再说一遍 然后两个就已经开始 我还在旁边笑你知道吗 因为我觉得 就是好像很好笑 结果后来他们两个就看 要打架 真的动气 就动气了 那女的就是说 你再骂我白痴 那人说你再也不给我面子 然后就把他推倒 然后 对 然后我就吓到 所以你也在旁边就 大家都赞了 脸啊 一开始就真的是 那笑笑的 因为我被打走 对 今天玩过瘾了 买台回家了 没有 这很糗的是 因为我没有跟他们喝过这么多 所以我第一次看他们两个是这么大举动 然后我就吓到 那女生就狂哭 就等于是 那个男的就有点冲动 然后女生我们就一直安抚说 没有没有 他们有骂白痴啊 不是啦 你那个可能烧到他们的痛恕 对 他们曾经因为这种口角过 对 可是我不是故意的 因为我是撩我嘛 就是我发生的 不是 我这种最讨厌的 像那天我也没有被念 那天 我们在吃饭 然后我要付钱 我一个朋友说 没有 我付 这才两斤多块 没多少钱 我说啊 真的吗 好 好 好 对不对 上次对不对 小康 对不对 你付一万多 我就 哇 那我老婆坐后面 不讲话 我都很尴尬 死定 那我也不讲话 那回去就说 你吃得很多 喝得很饱 没有 你就说上次因为在酒店 一万多 什么意思是几人才一万多啊 因为他已经很讨厌我 查工店 每次就先付钱嘛 他跟我讲 你为什么每次都先付钱 因为他国外长大 觉得大家一起出就好 到待去 对 为什么每次都先付钱 然后后来有 有时候他在会阻止我 OK 就没事了 结果他那天不在了 我也合成 托气 多少钱多少钱 你不要付 不然我也忘了这个词 你知道 他就突然讲 对啊 你那天付一万多 我就 那你隔天都会记得这一事吗 不是 小康 下次你 看到下个月账单 你老婆在问你 你说我 是为了红利基点 没有 先刷卡 对 那不行 后来我就跟他讲 不是 那一天 Nono带他的朋友出来 我们第一次见面嘛 对不对 还有这些 对不对 我要谢谢他们 我们到关岛来 对不对 什么的 然后就看刘涵 你知道我身边有个 FORDAX 对于我一个女生的朋友 所以是这样 他就很阔气啊 然后他 那天我朋友生日 他就带着 他的钱包是完全折不起来 里面先 然后呢 他就带我去唱歌 故意哦 他就带我们去唱歌 然后就说 没关系 他喝醉 你知道 因为他上面从上一堂来 可是我们大家都很清晰的 看他在做这件事 他说 没关系 今天我买单 你唱啊 再钱贵哦 而且他开的酒都很好 反正他 那一天我们喝了大概三四万这样 他说我付 我说真的假的 而且中间只要服务生进来 他说要拿两千手费给你 然后就看到那个服务生 一直换不同的 这个 他说一支给你 然后我们一直阻止他 然后最后他说要买单 我说你确定吗 他说没问题我付 谁很快我付 不给我付就不给我面子 我说那你付这样 然后他付完了之后呢 就回家了嘛 就送他回家 然后我们那天就传简讯 给那女生朋友说 对啊 你那朋友还真的很阔气哦 很甜哦 该不会是他真的喝醉 隔天还来跟我们讨这笔钱 这样就尴尬了哦 然后那朋友就说 不会啦 不会啦 结果隔天我朋友就打来说 你知道刚刚发生什么事吗 我说发生什么事 他说那个富二代 打来问我说 昨天有没有看到他的皮夹 他的钱都掉光了 他都记得他有付钱 他以为他是掉了 对 然后他就问我们大家说 有没有看到他钱包里面的钱 超尴尬 那你这时候是要付还是不要付 当然不要付啊 对啊 所以后来我们就不接他 不是说你是富二代吗 那小天你们夫妻两 这个可以就是碎到党弓幕里破掉 碎到党弓幕里破掉 我跟妳講 阿良的时候是壮的 不是 他有肯了吧 我跟妳 阿良 阿良 我跟妳这样出去喝酒 拍什么肉骨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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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肉骨团 不是 因为他长得很像 很像 上前我吓到 那李靖良也肉骨团 对 那我们俩出去喝酒 通常他都 他都会喝得比我还要醉 因为他在我载的时候 而且他喝完喝醉都很疯 然后那一天我们就回家 的时候呢 他隔天早上起来 他还问我说 老婆我昨天应该 因为他会失忆嘛 他说昨天我应该没有 做什么愚蠢的事吧 我说没有啊 昨天你表现还算蛮好的啊 然后我们俩就一起下车去看 我党弓玻璃破了 你知道吗 然后我们俩就一直努力 站在车前面回想说 到底发生什么事啊 为什么这样 然后呢 结果后来就没有想到说 他昨天在车上的时候就说 你看 你看我好多弄Q 然后就把脚抬起来 踹我的党弓玻璃哦 然后踹第一次 他就没破 然后因为我已经听到那种 啪的声音你知道吗 然后我就说 你现在你不要再踹 你看我好多弄Q 就踹一下 第二次就整片破掉 你知道吗 就这样他就整片那个 党弓玻璃破掉 然后后来我们上去 两个醉到说 他隔天问我说 昨天表现还好 我说 昨天表现很好啊 都没有做什么存在 是 就一下来党弓玻璃破掉 你喝醉也为爱 挤玻璃啊 不是啊就是那个是 挤玻璃 那个是 真的是这一次 真的是非常不好 你是美国电影看多了 没有 我不知道 以为自己是阿诺 我喝 我喝最 那次那种 我真的在那个夜店里面看到 我喜欢的女生 跟另外一个男生 就是 德冰斯磨 痛 而且是 那个男生是很差劲的 哎呀 那我们又不可能就是 直接过去 我跟你讲 朋友这男的很差 那这样是不对嘛 就是 你就 不是嘛 那我就 我就没办法 我一直在那边搬闷酒 搬到一个极限了 然后人家找我喝我也都没有 我也都没有反应 我一直搬 搬到差不多了 我就 我走了 然后我店长就说 好 然后那个夜店店长说 乔治哥 慢走 慢走 然后我就 我就走很快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就走很快 然后从二楼走到一楼 Primo 我从二楼走到一楼 从 从到计人车 就计人车门已经打开要等我 因为那个安管已经把门打开 然后叫乔治哥请 结果我就忽然 那个好像自动导航有没有 然后偏了 就本来要到计人车门 就偏 偏到旁边那个立在 立在他们地上的那个招牌 那个灯箱 就从 一圈就这样下去 然后那个 雅克力就裂开 不是 何必 人家打得开 他也不会来 不是嘛 我就想找地方发泄 打完又上去就 不是 找地方发泄 我打的 叫不错 不是嘛 我又想找地方发泄 然后打完以后 我就上 上计人车 然后上计人车 然后下车 我冲冲跑跑下车 先生先生 你的皮夹掉在车上 计人车司机从前座 开了他的 副驾驶座的那个电动床 先生先生 你的皮夹掉在车上 那我就这样 回头一看 那我已经醉了 回头一看 透过窗户 试看了 你计人车没贴隔日子 试看到我的皮夹掉在他座位上 而且我还没付钱 所以他可能在提醒我 说是不是我 没有付钱 然后皮夹掉在那边 他不敢直接讲 说现在你皮夹掉在车 我就回去要拉那个车门 结果醉 你知道拉车门把 一直一直拉不开 也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 这边又有一面玻璃嘛 我后座那个玻璃 然后我就这样 就用手肘 啪 一个就把那个整个玻璃 啪 像下雨一样打水 好厉害喔 然后我就这样 慢慢的把那个拿起来这样 点了好像四千块吧 我就这样 给你 拜 然后他也 门不开心 没开心 我 我把车 那个才一千八 没关系 但是那时候就是已经忘了 钱的大小 生气 然后就 我那时候想法就是说 有什么东西挡住我 我就要把它弄坏 就这样 这很笨啊 那真的很笨 这多久以前的事情 就在一年 一年前嘛 你还那么幼稚啊 一年前 一年前啊 你几岁啊 最后期这么暴力 你都不知道 不过我以前也不知道 我会这样子啊 那就跟刘晓忆无关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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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 不是你一年前 你快四十岁的人 你还会做这种事情 我不知道 但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未来 那边有一个四十几岁的 他更疯狂 对 在抓背那个 真的 其实我在国光帮啊 光是在国光帮的节目里面喝醉酒的 VCR剪一剪就够了 对 观众请看 真的真的 看到了 看到了吗 看到了吗 我们现在还真的有 对啊 很高 员工平时压力大 一喝醉就不受控 稍早没有去看那个人要求 然后呢 他就有唱了一首梅花 然后整个国情要来就觉得 哇 梅花太漂亮了 我们就整路唱 看一下那个赵哥啊 那个喝酒以后一些 芒芽的行为 基本上赵哥真的是 我觉得刀子口头不轻啦 嗯 刀子口头老板 没有那菜 我不要 不要为什么 刀子啊 槍哥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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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给你 不要这样 不要这样 我给你面子啦 我弄错 这个是我的啦 你都跟我的耶 不是 不好意思 我给你面子啊 对不对 你怎么坏呢 怎么办呢你许 我喝醉了 我到現在上節目 我還在喝啊 你知道這叫什麼弄 是... 走開 走開 快逃 你怎麼會還... 快逃 快逃 冷靜 因為造罪太好熟 你最近有沒有喝醉 最近 有一次是康哥啦 康哥請那一次 哇 太猛了 那一次有我嘛 George啊 楠振榮 還有那個誰 黃森豪 對 重點不是那個啦 重點我講最後好了 因為前面過程我先不講 我講重點 我們在Paco喝完以後 超開心的 因為我不曉得為什麼會那麼開心 因為那時候他已經很久沒有喝醉酒了 對... 從不去... 對... 虔誠的基督徒 對... 所以就很開心 後來去完Paco去地下室 去A-Team 去A-Team 就開始不對勁了 我覺得那音樂的那個低音喔 打擺是不是 打到我心裡 好痛 我真的 要喝水喝要不到 所以想說奇怪怎麼了 然後越來越醉 那音樂越來越... 越那個... 震撼力量越來... 讓我真的受不了 我就開始想要回家 可是很奇怪 我在我原來站的那個地方 我剛剛把台那邊... 對對對... 我好像鬼打牆 我繞了不知道幾圈 一直找不到出口 所以細節你都不記得了 是不是 讓我來提醒你一下 那天的狀況 其實他會喝醉不是沒有緣 因為他已經出了一整天的外景 去水上樂... 曬太陽 曬太陽 然後就說一定要出來 為什麼 因為那時候藍正榮也在 我也在 然後... 溫生豪 然後說這個... 溫生豪他是很難得出來玩的 然後藍正榮是他以前的酒友 然後又說要去康哥的店 然後他就說好來 就來... 我跟你講我今天不能喝酒 我今天不能喝酒 我不喝... 沒關係上去坐一下嘛 就屁股一坐下來 小康哥來了 然後呢 小康哥就來了 然後他就說 那... 你喝一杯就好 好不好 真的這樣好嗎 這樣好嗎 好不好喝一杯好了 喝一杯 他又喝一杯威士忌 他喝一杯威士忌 他平常都喝威士忌 喝一杯 之後呢 一杯之後呢 他整個人就開始暴走 你知道嗎 整個人就暴走 只要看到有經過我們那一區 不管是原來是我們朋友的 還是不是我們朋友 剛認識的女孩子 你...好不好 你可以 我現在在拍片 我的導演 你女主角 你女主角 好不好 你女主角 然後結果那女主角 那男主角 你根本就夜店之狼啊 然後他說那男主角是誰 男主角就是我 恭喜 我公主角 對不起 他那一杯是多少 就是一個杯子嘛 然後倒一半 然後冰塊那樣 沒有啦 已經喝了兩瓶藍帶了啦 哪有啦 你要喝兩瓶藍帶 不是 Blue Label 我們店裡面賣藍帶 藍帶 然後最好笑的是酒店 對 你看那天晚上有多少人 從我們旁邊經過 你要看他 我們在旁邊開玩笑 趙哥 你現在開玩笑 你現在開這麼多檔戲啊 因為我一個都是女主角 來 你過來 你坐這邊 你坐這邊 還把我們推開 所以當初 當初這種舞團 3D是你要拍的 對 這樣可以講得有點誇張 其實也沒有 怎麼幾個 演一下 這個趙正平 都是這樣選女主角的 你提拔的 沒有 所以我們先假設這樣講 可能假設那一天晚上 可能就是欣妮和小禎 我們這樣子比較熟的朋友 女性朋友 開個玩笑講講 如果說假設 對面那五位 突然來我們這邊 跟我們喝一下 我這樣講也奇怪 你也會這樣 對 我不會這樣 我不會這樣講 你不討厭 也奇怪 就是這樣 小禎叫他心裡 認識 大家開個玩笑而已 應該是這樣 然後他 我來講女主角 女二 女三 好不好 今天麻煩跟我回去 我們開始要整個A對戲 對 然後結果他那天後來 去A team一陣子以後 他就跟我說他很不舒服 然後人就不見 然後我就說他很不舒服 他有一個簡訊說 兄弟 真的很抱歉 我不知道我為什麼會這樣 我說你不用道歉吧 不就喝多一點也沒關係 他就很慎重的道歉 然後人就回家了這樣子 然後那個這個是 當初 對 他當大導演 要找女主角的時候的照片 我們來看一下 每一個喝的 這個是 多High 你看看 藍正龍 對 趙哥第一次八扣 哇 靦腆的 你去 我說坐坐坐 坐坐坐 坐可以嗎 可以坐坐坐 我說 我說我叫一瓶酒 不要不要 不要坐 不要不要 沒關係我叫一瓶 實在太麻煩 不要不要 不要不要 來一瓶 趙哥喝嘛 喝喝 第一瓶還很客氣 哎呀 康哥真的不好意思 我們要喝喝 大家喝喝 慢慢的慢慢的 百分之一了 就比較自然了 可以就看旁邊了 沒有馬子 沒有馬子 沒關係 沒關係 我們來坐坐 我們不要馬子 一瓶喝完了 媽媽怎麼酒呢 我又買了 沒有油 我又買了 不是 小燕 剛剛就叫康哥 小燕 那兩個 那兩個 這兩個 不是 喂 用扁的就對了 好厲害喔 小燕那個 喜歡就是喝酒 把飯店當成戰場 沒有 那一次是 我們去員工旅遊 然後大家就玩瘋了 你知道嗎 後來那一趟旅遊 給我回來的感想是 以後員工旅遊 帶上去宜蘭就好了 他們到哪都喝成這樣 只是換一個地方玩而已 你知道嗎 但是員工大家 我後來知道我們員工壓力大到這樣 我們那天 所以倒數第二天 然後呢 我們就在泰國那邊玩 然後呢 那因為有一條是那種 整個都是夜店 酒吧這樣 我們就在那一條一直跑耶 也不知道在跑什麼 後面也沒人追 前面也沒人追 就不知道在跑什麼 然後大家就整條一直回跑 然後呢 看到那個夜店 就衝進去喝 喝到進去 我們那個護士 反而很腔 不要啦 因為上次我們 我們就塞了一點小費給他 就說那個整排鋼管舞下來 換成我們護士上去跳這樣 然後我們就塞了錢給他之後 後來就 好啊 就一排下來之後 然後我們護士一排就上去 開始其中有一個孩子 不要啦 然後給他兩杯酒之後 整個掀下來你知道嗎 然後對面 散空 對面老外都嚇傻 你知道嗎 然後完成這樣子喔 後來好 我們回到飯店 那應該稍早那天 我們去看那個人妖秀 如果出十萬可以跟你們一起去嗎 可以 那稍早我們有去看那個人妖秀 然後呢 他就有唱了一首梅花 然後我們整個國情到來就覺得 哇 梅花太高了 我們就整路唱梅花 走回飯店喔 然後呢 就在飯店門口 也不知道是誰著急 我們就大家站好 排排隊 像在拍畢業照一樣 我們大家在那邊唱梅花 唱完之後呢 我們就回去飯店 你這樣走第一個 他就開始了 殺 然後所有的護士跟著喔 沒有一個例外喔 所有護士還那麼匍匐前進 你知道嗎 所有人躲著躲 跑著跑 我跟三個護士 攻陷他們的電梯 趴在電梯裡面 你知道嗎 然後呢 李建陽就拿那個推行李的 然後呢 有一個先生就想說 應該兩點多 你知道嗎 要走過來跟你這樣說 先生 不要這樣 他也很害怕啊 要走過去的時候 李建陽就推那個說 喂 推去 就推到那個要送行李了 就推向那個服務生 你知道嗎 然後所有人醉到說 你躲在那個櫃台底下 躲到真的很像戰場 你整個把它Snow motion 就是戰場 不是 我不知道美容機業 這麼難做喔 李雅力好 李雅力大 阿良應該很快樂喔 對不對 護士這樣子跳的 我那時候沒辦法管他們 因為我自己的房子 走在電梯裡 然後後來呢 完了之後 大家就說 好 還要繼續你知道 因為那次歐弟也有跟我們去 然後幾個好朋友 跟我們去員工旅遊 然後呢 他 就大家就是要刷拳 然後歐弟就說 走 我們去樓下游泳池 然後你的游泳池找關了啊 然後他們就整個 全部人脫掉你知道嗎 可是女生沒有一個穿泳衣 全部都是穿那種蕾絲丁絲褲內衣 全部跳下水 不要吸我 我在後面聽 你們都吸了很多 今年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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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講 聽過我們一次很多人 很多人跟我 然後全部跳下水 你知道嗎 然後整個全部起來都濕啊 然後全部還在那邊辦游泳比賽 然後大家就在那邊游 然後游游游呢 就有個那個警衛 可能太吵 就從草叢走出來說 不好意思 你們真的不可以這樣子 然後歐弟說 我來 我來 我來處理 然後那個 稍找那個導遊就講說 你就塞小費給他 沒關係這樣 然後呢 就沒講清楚嘛 只講塞小費嘛 歐弟就走過去這樣 口袋掏了一個 就這樣 手就這樣 他給他零錢銅板 這樣 我真的又很強 就給他 然後我們所有人都被警告 都被叫起來 馬國畢跟白雲 曾經裸體跳過貼舞給你看 哇塞 對啊 第一次你要喝醉八九瘋 不管對象是誰 你們要跟委員吃飯 我們大家是多裝這種未冤耶 對 吃飯 然後你這樣就兩杯紅湯下肚 就開始了 中間有空拍了 你這樣站起來 這時候他就 他那天就真的 要帶這個醫學術 他也真的很熟賣他 請他要幫他簽名 好欣賞你喔 那駝通康 麻煩你在這個書上幫我寫 叫你簽 不… 大瘋了 那天好像是有歐弟嘛 然後還蠻多藝人 男女藝人的 然後不知道開始 歐弟就開始扮鼓掌 然後要凍凍 炸這個 開始那個黃曆型的歌來了 冷水澡 開始帶動 然後冷水澡 然後大家看嗨啦 然後下一個就什麼 音浪太強什麼 他們就開始改歌詞嘛 什麼音差太強什麼之類的 不用什麼會掉到地上之類的 然後後來 不是說會掉到地上 OK 很早 對 就開始很High 然後High到最後 因為那個國畢跟白雲哥很熟嘛 然後就開始喝 然後白雲哥就會 開始吐舌頭 然後弄那種蠕動的姿勢 然後大家開始唱 脫掉的時候 就一、二 然後白雲哥開始脫掉 脫掉 就開始脫上一肚子 就在那邊扭啊 一直扭啊 然後不知道是 我忘了中間那女藝人是誰了 然後跟國畢也在那邊這樣跳嘛 然後白雲哥就把他度到中間 就把那女藝人包在中間 然後在那邊移 然後白雲那女藝人就 白雲就撤了 然後白雲還沒注意你知道 就變成他跟國畢兩個在那邊 對 就朝白雲再注意你知道嗎 全部啊 對 沒有就留著牛仔褲啦 但是上面全部就是肉啊 上半身全路 就肉在那邊動而已啊 兩個磨來磨去啊 對啊 因為他本來想說重點夾跟你 白雲都是毛耶 對 白雲都是油耶 他還以為是女的穿毛衣嘛 對 OK 全我是趙映平吧 趙映平 你有摸過 他有啦 你是不是在場 我在啊 所有人都在場 他就是因為 住左邊 住右邊 大家工作人員 殺幸福 沒有 慶生會 慶生會 是 是 家樂的慶生會好像 你看你真的不太記得 讓我來提一些 細節 三次 還是你那個演員的一次 反正就是那天他就唱嗨了 一邊是慶生 一邊是工作同仁 然後他在工作同仁那個包廂 他就唱嗨了 然後大家說 趙哥 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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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就說要唱什麼歌 然後他們想說他可能唱比較老派的歌 就是他點了周杰倫的雙節歌 我們大家全部 因為那個歌到後來很難唱 一直在那邊 快達出雙節歌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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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氣咬很長才唱得完 你知道嗎 結果他開始唱 前面都很正常 唱到最後 唱到快達出雙節歌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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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不是這樣唱了 快樂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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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就越唱越嗨 他就在那邊 在那邊 張開脫掉 張開脫男 快樂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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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脫上衣 快脫 外衣脫了 裡面那個內衣也脫了 就是裸上身嘛 還在那邊 快樂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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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結果 張開脫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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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把外褲脫下 外褲還有內褲 而且外褲是卡在腳一半而已 大便 卡在腳一半的時候 還在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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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一直這樣 手一直這樣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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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這樣 嗨 嗨 嗨 趕快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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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做秀琴 趙哥 開條 你第二天人家吃 第二天人家吃到 你好意思講什麼 沒有啊 晚一點來現場就好了 對 秀琴怎麼辦 秀琴會來的時候去收金 他這個還好 他都認識的人 有一次我們是去那個 因為一個阿姨 介紹了一個委員 我們要跟委員吃飯 我們大家是多莊重 那種委員內 我們吃飯 然後李家長就兩杯紅湯 下肚子就開始 我們大家在講說 對啊 最近那個什麼 對啊 新聞 然後大家就講得很嚴肅 即使你最要撐住啊 他說對啊 我也覺得 然後中間有空拍 李家長站起來 這時候他就 在我們面前的 然後就開始這樣 然後還在舞蹈 雖然傻眼 然後想說 然後我就這樣拉開 你知道嗎 拉不住喔 你以為這結束了 沒有 因為你這樣不留鬍子嗎 然後那個委員的助理就說 因為那助理 我們也是很尊敬 你知道嗎 然後他說阿良 我最近也想要留鬍子 可是我老婆 他老婆在喔 我老婆說這不好這樣 他覺得這樣 感覺有點髒 你覺得呢 我覺得 他在說你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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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不尊敬的 他在說你的人 我說人 傻眼弄了 好啦... 聚會結束了 趕快把他拉回家 我跟你講 你下次有這種經驗 有這種經驗 你出去的時候 就要帶你們診所那個麻醉劑 有沒有 他才一開始喊下去這樣 插 對不對 都好弄喔 他自己發明的 太壓抑了 這個 哇塞 誇張耶 難怪他要拍肉虎團 這不是喔 我真的覺得很像 有點死 他為什麼要跟觀音跳雙人舞 不是 因為他就喝醉 然後有一天我們去瓜哥家 瓜哥家有一個木雕的 很重喔 木雕的觀音你知道嗎 然後瓜哥多保護他那個觀音 他一回家 然後就開始忘記在唱什麼歌 然後就 抱著那個觀音在隊伍耶 而且他是整個把觀音 抱起來的 觀音 你怎麼 你進去那裡 你就送瓦茲喔 觀音傳拿在那邊 他跟他對 對 而且那個多重 你知道他整個把他抱起來 隊伍醉到這樣 好壯 他真的厲害 他有一個董哥也是啊 他上次喝醉 上次喝醉 人家把他帶回家 他印不上樓啊 然後就打給董嫂 沒辦法碰 我們就打給董嫂 董嫂說我們在樓下 董哥不肯上去 董嫂說好 我來處理 董嫂就拿 就是可能別的電話 打到董哥的手機裡面說 那個 董哥那樓上包廳開好了喔 小姐叫好了 你趕快上來喔 然後掛掉之後 董哥就 好好好 然後要上去嘛 然後就跟他朋友說好上去 等一下我打個電話給我老婆 打個電話給我老婆 老婆 我現在 等一下 馬上就回家了啊 我等一下去別地方應酬一下 我陪那誰吃個宵夜啊 掛掉 好 究竟你說藍正宏喝醉了 喜歡親藍生啊 對 是不是很難 美容業壓力大 只要喝醉就會做蠢事 你看我們這時候 有一個很漂亮的女生啊 瓜哥的那個節目 外景的節目 就得獎了 然後我們大家就去包箱裡面 然後製作單位這樣 然後給大家說 瓜哥支持 然後上來講話 講一講 突然間喔 他就從座位跑出去的時候 這樣不行 不行 就跑出去劈腿耶 你在幹嘛 我什麼事啊 我不這樣 藍正宏他喝醉酒 他就會一直講英文 然後英文變超好 然後平常不會講英文 他平常不講英文 然後一直講英文 然後會一直就是 親跟抱身邊的男生 然後就是會 對 會怎樣 會到嘴對嘴那一種 這樣看起來很冷靜 那實際上是很熱情的一個人 那明道會喝酒會怎樣 明道他只要喝完酒以後 他就開始 講人生大道理 他會在那種吵雜的環境裡 忽然摟著你的肩 拿著一杯呼吸這樣 你覺得 你知道 人生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我覺得 為什麼我想了很久都想不透 那 人生為什麼會這樣 好奇怪 然後 我就這樣 神經病啊 是時候跟我講這個幹什麼 把他推開 然後過一陣子呢 過一陣子他又 回頭看的時候 他就搭著另外一個女生 你覺得 人生 真的是一件 很奇怪的事情 什麼東西啊 然後第三次我回頭的時候 他在跟人家 他已經在親人家了 這個也中 然後 第二天還在跟我說 昨天 那個女生 她是 我說你都親人家了 她是怎麼樣 不好笑 我還有自己的朋友 那鬧不下無所謂 那我下次幫他找一個人 跟他喝酒 兩個一定很開心 對啊 陳森 森哥也是人生道理 他這個是神經病家 每天就問我一些怪話 對 就是 就是 最有名就那個嘛 小康 我幹嘛 宇宙有沒有盡頭 什麼 我 我覺得應該沒有 為什麼 因為啊 你知道大爆炸啊 別生解釋 幹嘛 大爆炸不是在擴散嗎 你為什麼知道大爆炸 不是啊 那個書不能相信 他怎麼知道呢 對對對 書不能相信 然後過去我就 那到底有沒有盡頭 你說有沒有 我覺得不知道 這什麼東西啊 我們整夜喔 就這樣兩個 然後他有時候 會拿一個布子給我 你知道嗎 你今天過得怎麼樣 他就寫給我 很好啊 你覺得那麼醜了一點 很開心啊 那 那 快樂是什麼 我 喝酒我要搞這種哲學的快樂 快樂就是內心很健康的 那 悲傷又是什麼 他就跟你搞這個 你知道還要看著你 他就寫完他就要看著你 然後我就 你不寫也不是了 好 我就寫 然後中間還要 等一下 我們先把這杯乾了 哪一杯啊 然後就看著我 然後我就寫 反正後面寫一題 他就乾一杯 然後最後兩個已經 已經爛了還在寫 那個字我今天天天看不懂 那個字 我今天天天看不懂 這樣 這樣 有一次有一個 很有名的一個女模特兒 他是那個模特兒比賽出來的 而且是前三名的 他真的長得又高又漂亮 結果那天我去的時候 他已經喝醉了 在康哥店吧台 我就看到怎麼有一個女的 長得很高 然後綁著馬尾這樣 長得乾乾淨 漂不漂亮 一直 就是大家在喝酒 然後天天有一個女的 一直在旁邊這樣 站著 抱著八台的那個桌子 一直這樣 好 好 好 這樣就很奇怪 好像是我朋友 我會這樣 你怎麼了 他 我喝醉 喝多了 我要休息一下 然後他就蹲下去 然後他覺得他可以的時候 他就站起來 他一站起來又醉了 就看到一個女的 一站在旁邊 兩個都全部蹲起來 好好笑 而且是名人 Oh my God 其實我應該把密材 還出了一袋 真的 絕對打敗 我跟你講我們真是 有一個很漂亮的女生 然後我們上次就是 在一個那個 瓜哥的那個節目 外景的節目 就得獎了 然後我們大家就去包廂裡面 然後製作單位這樣 然後 他就很常跟我們一起玩 然後就去的時候 就喝喝喝喝喝 然後瓜哥就在那邊 大家都說 瓜哥支持 然後上來講話 講一講講一講 忽然間 他就從座位 跑出去的時候 這樣不行不行 就跑出去 劈腿耶 劈腿 爆一聲就在大家的面前 下去這樣 然後我們大家就看 你在幹嘛 不是啊 我不知道 瓜哥講不完啦 好囉唆喔 講不完好吵喔 然後他就把他拉回來這樣 對 我跟你講 漂亮的女生 都會做很奇怪的事 真的很怪 漂亮的女生壓力有多大 那女生真的很漂亮 那女生真的很漂亮 好多要追她 對 我剛剛才想到一個 那個委員的後半段 還有一小段 一小段是我們要走的時候 就這樣衝出來說 我沒有不好意思啊 我都要喝多了 我真的 那天是真的 因為他那時候在考試嘛 然後就有一本醫學書 他那天就真的 要帶這本醫學書 他也真的很崇拜他 請他要幫他簽名 然後那時候要考醫學 那個醫生執照嘛 然後就要請他幫他簽名 然後再帶來好運這樣 他就這樣 你給我 我好欣賞你喔 那陀中康 麻煩你在這個書上幫我簽 我愛陀中康 叫你簽我愛陀中康 他瘋了 他就喝醉啊 他就這樣 我好欣賞你 我陀中康 你幫我簽我愛陀中康 好笑 你那個酒湯好怪喔 你沒有麻醉針 真的要帶著 你為什麼要夾酒 酒還是要少喝嘛 不是要適量嘛 對啊 喝多了出洋相了 所以我跟你講 趙哥酒瓶很好 對 趙哥酒瓶很好 趙哥喝酒以後就變這樣 哇 這是大哥吧 日本料理 日本料理 日本料理喝醉事件 不是不是 這個是我們拍那個 我們演那個 在上海 演那個瘋狂 有瘋狂電視台 這是玩電的 那個蟲蟲 蟲的一個朋友 台商的一個朋友 那個叫 邱 邱哥 邱哥喔 去邱哥他們家吃飯 上海的家對吃飯就 然後吃飯前禱告 沒有 不是禱告 吃飯後 菜超好吃 你們吃很飽喔 吃很飽 對 你看這肚子 不是不是吃很飽 因為我們在那邊 將近半個月 沒吃過台灣的 任何的東西了嘛 都吃內地的一些 就比較吃不慣 沒有吃到家鄉味 所以去那邊 對跟我們一些台灣的菜啊 什麼的招待 都服務很好 所以就 趙哥這很感動 在哪裡喝醉 他永遠就這樣 可是有個問題喔 你們想不相信隔天以後 喝了酒會有失憶症 是真的不知道昨天做些什麼 會啊 每個人都有 可是很多人不相信說 不可能 怎麼會記不住什麼 有啊 你真的記不住 因為那些人是應該是沒有真正喝醉過的 不是 你現在是跟很多女的講的 可是真的不會失憶吧 沒有什麼 我以前 沒有失憶 沒有什麼女生講 這真的會失憶啦 你為什麼不記得 我們不記得 女生說 哪有人會可能 我真的不記得 真的會失憶 我講一個 我可以講一個 我店長的代表作嘛 OK 人生代表作 還有一次 趙哥要結婚 孝珍九號吐真心 孝珍你應該喝醉 喝醉 他一直跟我講什麼 你知道嗎 我在旁邊周圍 你真的要結婚 我對啊 然後跪後結婚 你真的要結婚 你真的要結婚 來喝一杯 喝一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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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一次就是 最後是在夜店門口 跟我分開 各自搭計程車回家 然後結果第二天 早上起來 醒來 好 生個奶油 旁邊一翻一看 一個女的 你是誰啊 你不記得了 不是 你是誰啊 你昨天就拉著我走說 要回家抱抱睡覺啊 不對啊 我昨天不是上計程車走了嗎 怎麼會有一個女的 躺在我家旁邊呢 他說 你不記得就算了嗎 那我們有沒有 有沒有 他說應該沒有吧 你去洗澡 洗完澡以後你就睡了 而且我店長很緊張說 怎麼會旁邊多了一個 不認識的女的 然後說 皮包 皮包 趕快看皮包 看皮夾有沒有被趕走 什麼之類的 皮夾還在 打開 裡面怎麼多六千塊 喝醉酒都是掉錢 怎麼會裡面多六千塊 多錢 然後這個時候 我求求求求 怎麼會多六千塊 叮叮叮叮叮叮叮 電話來了 我跟你講這真是最後大丈夫 真的就是那個情節 真的一模一樣 手機響 前女友 你很壞 你昨天晚上三點多 膽壞被我求婚 那你是認真的嗎 我可能喝多 對不起 對不起 你很賤耶 啪 掛掉了 然後他把手機收一收 錢包收一收 然後他說 你要不要去整理一下 我幫你叫計程車 然後就把那女的 打發走了以後 他就這樣 一切應該都沒事了 整理整理整理 要準備出門了 結果他剛剛只是讓那女的出門嘛 對不對 他想說應該沒有東西丟掉 他要出門 他自己要出門 把門打開 一拉回來一看 他的門把 外面的門把上 掛了昨天晚上他穿的那件內褲 這代表他的門外 他已經是脫光的狀態 把內褲掛在門上 還關門 然後就一診斷到 後來他就查了他自己的手機 最後跟誰通話 一個好朋友 他家住在 中和錢櫃的對面 他坐監車回家 在錢櫃樓下碰到他的朋友 把他拉上去唱歌 唱一唱他也醉了起來 看到一個女的在旁邊這樣 他就把那女的拍醒 說走啊 回家爸爸睡覺 那女的也啊 哦好 就跟他回家爸爸睡覺 然後要走之前 他家裡面住在錢櫃的對面 他還拍了一個男生 另外一個睡醒 睡 你在睡男的把他拍起來 拿起來 我要坐計程車 然後那男的看他 全部都刺青啊 也不好意思就從 乖乖掏六千塊給他 你家裡面 他就帶著女的跟六千塊 回家睡覺 然後到門口 到門口 在坐電梯門打開 他以為他家到了 就在那邊拖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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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手抱著那個女的跟衣服 右手就把那褲掛的門把上 然後把門帶上 然後就睡覺 太屌了 然後過程中還打電話給他 前女友說 我要給你結婚這樣 人生經典代表作 太屌了 太屌了 太刺激了 太屌了 他什麼都不記得 所以趙哥你 真的 可以大聲地講說 你會失意 真的 不是失意而已 而且會做一些很可怕的事情 就像你剛剛講 會打一次不該打的電話給對方 你打給誰 你打給誰 對 就比如說一些朋友啊 還是什麼 說聲抱歉還是什麼 諸如此類 可是這樣就會 隔天以後就想糗了 會有不該打的電話 看不該發生的事情 所以 我通常 喝醉酒 起來隔天 絕對會問人家一件事 就是說 我昨天有沒有打架 因為我怕很怕跟 以前常常 對 我很怕跟 不認識的 不同 不同掛的人喝的時候 那一定會打 那一定會打 要不然就是一個就是說 怕有沒有什麼 有... 又說不該說的話 很怕這樣子 不會啦 你最近都不會了 對...滿常... 滿常不會這樣 最近就不會了 因為你最近喝醉就... 這是... 這是沒辦法 這是誰 你看 他是彥府還彥均 我也忘了耶 我看 這應該是彥均 對啊 我們去那個 新美姐的生日啊 你咬他奶頭 就那天是不是 你在幹嘛 對啊 你就跟他的胸部告白了 他奶頭 而且他是躺在地上的 然後我也就跟著他躺在地上 然後我們想說他在幹嘛 他...小鎮應該喝醉 喝醉 他一直跟我講什麼 我在旁邊抽一下 你真的要結婚啊 我對啊 然後跪我怎麼辦 你真的要結婚啊 嗯 整件 然後跪我坐在一邊 他怎麼辦 來 喝一杯啊 喝一杯 你真的要結婚啊 你真的要結婚啊 倒一大杯 你是乾的 我...啊 然後...走著 你今天黃小坡這樣很痠啊 一直搖頭 整夜跟我講這個 這是什麼 這是你進來 這是你進來 因為我跟你講 上禮拜韓國醫生來 所以我跟你講為什麼會失意 他們在那邊做這麼多事情 他隔天問我們說 我們昨天吃完飯 就回家了嘛 我們說 我們也去Primo啊 Primo 我們有去 我說這麼吵雜的地方 我們還待了這麼久 你都忘記了 他真的會失意 這個是在幹嘛 他們兩個... 因為韓國醫生是來這邊 就是他們都會互相學習刀 然後呢 我們就晚上帶了去Primo玩 他們兩個在拿薯條在開刀 真的喔 就是身體他在幫他切對不對 對 因為他們就開刀 一個是主... 一個是助手嘛 然後所以韓國醫生在幫他夾著 那個薯條好讓他開刀喔 我以為你竟然以為薯條 是菸在請他耶 是 他在幫他開刀 兩個就幫他... 就是他就是演他的助手 然後再幫他開刀這樣 哇塞 這樣學習到什麼 這樣學習... 所以我們的刀是從這裡取什麼 哇塞 他整個喝醉 你知道嗎 可是真的會失憶啊 然後他那天也是大鬧啊 因為那天我們在樓上 剛好有一群是... 全部都是舞者 很專業的舞者 不知道是做... 辦完什麼活動過 剛好來Primo 然後真的是舞者 人家跳舞呢 他跳HIPHOP 我會跳這樣 然後其中有一個是爆炸頭 阿美老師 很爆炸... 阿美老師 應該是吧 然後就幫他... 就在旁邊跳舞 然後你這樣不是戴領帽子嗎 他也是走過去 看他大家跳得很厲害 他也是不甘失落 然後在那邊跟人家跳啊 你知道 跳到... 跳到... 就跳那種很奇怪的舞蹈 然後跳完之後 他就走過去靠近那個女的的時候 他就這樣 把帽子拿下來 就... 就戴在那個女的頭上 你知道嗎 然後那個女的也醉了 然後那個女的就後來知道 他要把帽子戴在頭上 就在躲你知道嗎 所以你看一個人是喝醉這樣子 然後那個女的就這樣 帽子你知道嗎 然後兩個醉一個... 今天講很多那個喝酒的 好玩的事情 但是呢 好玩不要影響到別人 還有最重要的一個就是 喝酒以後不要開車 真的 那是非常危險的事情 對不對 像趙哥這年做得很好 出門之前先上廁所 把肚子也清乾淨再去喝酒 也對... 安全第一好不好 好 謝謝各位參加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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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人出國去是多 錯過就看不到啦 他問你會... 你表演什麼啦 我真的還說 美景 盧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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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景 1 2 Yeah 美景 你好 好 老兄 你在海關被扣過 他就說你過來 然後我想說傻眼 然後他就帶我進去一個 很小的房間 週一至週五晚間十一點 三類東會台三十頻道 過光發光